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风神演义到最后有一个 其实里面有很多故事 只是我们平常看不懂 看不懂的意思就是 你什么都看懂了 但没有看懂它的隐喻 什么都看懂了 只是看懂了我们现实中局限的这一面 局限这一面 你比如说 我已经把中共比喻成 这个达基 对吧 而中共比喻成达基就是 中共现在所使用的手段 所有使用的一切手段 就像达基 女人的身体一样 你太难抵抗 人太难抵抗 它的诱惑了 根本抵抗不了 而抵抗不了它的诱惑的原因 在于它背后的 背后本身 它是妖怪 对吧 它是妖怪 它力量无穷 我们讲的是这么个概念 这么个道理 所以你看到它做出了很多荒唐的事情 但是呢 现实中的人们就是要想摆脱它 有难度 那我们就节省时间 我们一段一段讲 节省时间 我记得跟大家讲 我说 其实 这个狐狸呢 是女娲 用 用它那个 招妖帆 它叫招妖帆 对不起 它实际是个葫芦 它把葫芦打开 天下的所有妖怪就都来了 都来了 那给我的感觉 就是说 用葫芦 是不是跟道家有关系 或者说 跟 跟有什么其他背后的 可能是 但是葫芦呢 还有另外一个概念 我们看过很多一些故事 就 葫芦是收 可以把妖怪给收了 因为它是带口了嘛 那葫芦上切开 带口打开 给它装进去 所以葫芦又能收它 那是不是有这个 我还没有看出来 不知道 但是后来 这个说 最后结束的时候 杀掉这个达基 也是用的葫芦 对吧 这个 我们是用的路鸭 路鸭在万仙镇打完之后 就跟江泽 说我把葫芦给留给你吧 路鸭就主动把葫芦留给他了 那 没人知道路鸭是谁 所以当把葫芦留给路鸭的时候 路鸭把葫芦留给这个江泽牙的时候 应该说路鸭跟女娲有的一比 她是对等的 才对 对等才对 什么意思呢 女娲把妖怪弄来了 得跟她对等的生命 才有机会杀掉她 就是才有生命的层面上 才对 我觉得这个理解 就是这么回事的 有人说 路鸭应该是这个女娲的 师弟 可能是 可能是 那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这个生命对等来讲 可以这么认识 那 女娲 但这个 我们知道在 跟大家解释过 在最后杀这个达姬的时候 是雷震子去杀的 奸杀的 那五个 五个士兵拿刀 刚过去 这个达姬就牛脸一看 这五个男人 五个男人就碎了 然后 雷震子就跟江子牙说 说师叔这事 大帅这事办不成 给江子牙气得够呛 差点 差点 罚了这个雷震子 然后就跟 二郎神说 你去 去 去杀了 二郎神又带着五个去了 到了 那五个一露面 这个达姬一看 又给看碎了 那五个快 那五个杀人的 砍头的 都是人类 大家知道 都是人 原来达姬 没有这么大力量 原来达姬没有这样 你可以讲 没有这么大力量 你也可以讲 在人中呢 人能够战 就是 人能够 只能克制自己 就是说 能够 能够有机会 他战胜不了妖怪 但是他可以 不被妖怪诱惑 这个人可以做 这个文王的儿子 不会考 他做到 所以这是 他其实里面就讲述了 人自身 每个人自身 他的真正的生命的正气 是可以做到 抗拒诱惑的 抗拒诱惑 但他杀不了妖精 他可以抗拒诱惑 劫身自傲 保住自身的干净 但他杀不了妖精 所以在 在这个 达基后来 这十个男人都岁了之后 这个 二郎神 杨简就看出来 杨简就跟这个 跟这个 江子牙说 师叔这不成 大概呢 他的原话 如果没记错 人杀不了他 人杀不了达基 师叔 你不是有个葫芦吗 对吧 路压留下来 你不是有个葫芦吗 哎 是这么 前后是这么来的 那 想 而这个 这个 江子牙就想起来了 就把这葫芦拿出来 对吧 就把这葫芦拿出来 葫芦 然后 大家知道 当时赵公明是路压干的 其实里面 意思是什么 当时的 这个 后来的这个达基 都可以跟二郎神 二郎神他们过手 就是他们经过二十年 因为 咒王 从女娃要报复她 到咒王完 是二十八年 二郷 这狐狸在宫里 陪了 跟那个 陪了这个咒王二十多年 那 那从小姑娘 变成半老徐娘了 但她的宫力暴涨 她的宫力暴涨 所以 妖怪是靠西人精华 西 那蛇 狐狸就是靠西男人的精华 吃人 她吃宫女 靠这样嗜血的概念 来增长她的宫力 以至她到最后的时候 她的宫力是暴涨 在另外一面 宫力是暴涨的 长到什么问题 长到什么程度呢 人碰不了她 人弄不了她 所以就后来是用了 路压的这个葫芦 宝贝 把宝贝转身 把狐狸给杀了 她其实 讲这个故事 斩妖除魔 人干不了 人干不了 只有神仙 人干不了 只有神仙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说 我跟大家说那意思 某种意义上来讲 人战胜不了共产党 共产党亡的时候 是神佛大显的时候 共产党亡的时候 是神佛大显的时候 传统的文化中 如果你看 你看西欧记 你看风神演义 其实包括三国演义 你都能看到 类似的故事 潘安京旗 这些 三言两拍里面 那就更多了 那一定就更多了 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 就是生命文化 所以 咱 我上两期是把 我说 在对比着共产党 跟习近平 所以共产党 习近平是最大的输家 习近平是最大的输家 因为他有机会赢 他有机会赢啊 但他没有把住 同样是被自己的贪欲 自己的自卑跟贪欲 耽误了自己的 把自己的事给耽误了 那 一直走到今天 他的关节点在2015年 关节点在2015年的 最后一两个月 他没能对 没能对这个 江泽民曾庆红下手 带来了巨大的遗憾 而当时他要下手的话 应对了一个东西 就是 2014到2015 2014到2015 我 节目中跟大家介绍 我说你看 在这个 在这个 1948到1949 第一次选越 共产党有关系 1968到1969 第二次选越 又跟犹太人 和共产党有关系 主要当时的标志 就是刘少奇 死在那 毛泽东是 那时候 共产党叫主席 党的主席 党的主席 杀了国家主席 2014到2015 出现了第三次选越 所以当时 最好的概念 就是 习近平当时 已经趋向于 已经趋向于 这个 走国家化 对吧 走国家化 你看他现在 对台湾的态度 你看看 当时对台湾的态度 当时是接受 中华民国的 这个 这个是这么回事的 对吧 还有哪些都接受 至于对民进党如何 其实 他当时在弱化党派 什么国民党 弱化党派 在强化 今天的两岸之间的 政治实体 结果就是什么东西 看你这儿改了 而他 如果当时 他要抓了江泽民 曾庆红 应和了在相当的 背景下的天下 那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共产党背后 有了更 更邪恶的东西 或者说你可以说 江泽民代表着 更邪恶的东西 他的邪恶的程度 竟然超过了 这样的一种 相当程度的 一种天象的背景 他就更加邪恶 我跟他解释过 我说在我眼睛里 那可能他的邪恶 超越了人们的想象 超越了人们的想象 所以习近平 输在那个时候 过了那个时候 就过了那个村 就没那点了 那我们后来看到的 其实中间是有过渡的 2016到2017就过渡了 他在过渡的过程中 就出现了一些改变 而里面 正好他插进去的 就是AI产品 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那就讲太多了 这么讲就没完了 我只是跟大家阐述意思 人战胜不了共产党 共产党完结的时候 应该是神佛大显的时候 而就是对应的狐狸男 这个达基是被葫芦杀的 中美贸易战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变数 习近平一拖再拖 变成了拖子 对吧 川普不满 还是习近平多疑 我觉得它是一种相互的概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一个文章 它其实是一个专栏节目 胡平跟张立凡 两个老先生呢 是一个是它专栏节目当中的一个主要 我个人觉得其中有一些观点 看法了 那中美贸易战 在我个人眼睛里 其实已经结束了 就是它的真正的含义结束了 它的真正的含义是走了期的定数 到现在它没破吧 它也破不了吧 大家没看不了了之了吧 所以真正贸易战 它的概念是展现出期的定数来 走得非常完美 你现在的结果又是结果又不是结果 你听新闻一直在说贸易战贸易战 但是呢 它本身呢 贸易战是何去何从呢 有没有 对吧 川普呢 把这个关税给撤了 那习近平乐见关税撤掉 维持10%上 他认为能扛 他也知道川普说 把关税都撤掉了 不太可能 但维持现状就是一个很好的 而川普今天走到这份上呢 也有点骑虎难下 就是他要加了税 会怎么样 因为他牵扯到明年的大选问题 而川普本身 在他身上呢 都是聚集着不同的这种 厉害关系的一种焦点 厉害关系的焦点 所以就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不了了之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就验证我刚才说的 人战胜不了魔鬼 人战胜不了魔鬼 那时辰一道 神佛大邪 啥意思 就是说 反正就这意思吧 那你说就由我个人来讲 我只能说我个人理解的 但我不能随意下定论 谁能战胜谁 不能随意下定论 下定论 我只能跟大家分享 就我个人来讲 我能感触到 所以你会看到 包括川普在其中 你也会看到他出现一些 可能被很多人认为的是一种闪失 就是他不该这么做 不该那么做 可能对可能不对 胡平 美国社会是开放的 我们就讲大概他状况了 那 在美国社会中 整个社会环境中 对川普有接受 有不接受的 有极其赞同的 铁粉的 有完全反对的 非常正常 在具体中美贸易问题上 川普团队的下面的两派 亲中派 跟这个反共的 坚决反共的 基本上是一样 基本上口吻是一样的 是对现状的描绘是一样的 他的不同 一个是说中方已经做出很大让步了 另外一个是希望给他押出更多的 让步更多 他说就这么大区别 我个人的感觉呢 就是 亲中的 主要是财长那边代表的 他就认为呢 只要中共多买东西 我们就行了 只要我们占出便宜 基本就行了 多买的东西呢 希望能够把贸易逆差给降下来 那强硬派呢 就是他必须得保证 不偷不讲不骗 而且我们得查 那在现在来讲 中共就不保证 不偷不讲不骗 那当他就不保证的时候呢 或者说变着 从另外的角度 撒谎式的那种说法呢 就给 因为你猫不着看不着嘛 所以就给川普本身的 他的承受力有多少 就出了变数 大概我以为就是 讨论半天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 但川普似乎要让中共做出保证 似乎是 但保证如何执行 这是一个关键 中共是专制的 所以他可以轻易的把损失转嫁 在老百姓身上 而老百姓没办法跟这个迫使政府做什么 所以导致经济损失 但独裁者本人很扛得住 他就是不改 这是指着习近平 是啊 他有个押宝咯 他的押宝是来自于 我们说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实他来自于AI的概念 AI的概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正好起始于2015年年底 十月份 大概十月份 人类命运共同体 跟中国制造2025 都是那个前后 主要开始正式推出来 所以你看习近平是这样 他个人表现上 有他梦想的说法 对吧 他的梦想跟他个人的贪婪有关系 个人如果正的话 不会招鬼来的 所有 我们就跟大家说过 胡黄白柳赴人体 没见人变成 转变成胡黄白柳 附到狐狸山上 说我是个挺好的人 我那魂钻到狐狸里头 就弄个狐狸 没有吧 谁都不愿意往那里去 对不对 所以他是这个 他如果心是正的话 就没这事 他自己出现了贪婪 他个体者出现了贪婪 所以在那个时间点上改变了 那他真正他所谓扛得住 其实是他背后 在我眼睛里是他背后某种因素 促使他 不放弃 促使他不放弃 应该是这样 美国打贸易战 是希望中共内部发生权力斗争 那改革的一派战胜 另外一派从而倒逼中共改革 我觉得 我觉得这就比较学术了 听起来是那么回事 但是呢 习近平完成了权力肩下结构的改变 他已经动不了了 我觉得已经很难去迫使他如何了 有这个难度 这些东西 这个说法还局限在人的层面 就是人的得失的利益层面 它是个表象 对吧 你今天 就我个人来讲 你谁能够说把习近平 除非杀了他 那如果皇帝死了 独裁者死了 那是另外一种天象的变化 两回事了 你要说改革 在我眼睛里改革已死 根本不存在了 改革派希望打贸易战 他们倒逼改革的概念 那某些地方呢 习近平做出了某种变化 引起的 但是呢 改革派多大力量 我觉得这就是个 这只能说是个说法 有这样的因素 有这样的说法 你说改革派到底谁是改革派 李克强是不是 对吧 那这次 这次人大发言 他有所冲 很多人也往那个角度上说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完全 受制于这个体制 当 受制于中共的体制 生命 生命本身的时候 他其实改革的任何的说法 都是一种生存 一种个人利益的 个人利益的一种追求 而他们两个人双方 认为峰会不成功 对本人都会损失很大 那有可能 那川普呢 本身受 说这个问题上 可能习近平输不起 川普是民选的总统 他无论怎么样 他有他自己整个 政治体制的肩胛结构的完善 所以他 川普也就是川普了 也就这样了 所以他来的时候也就这样 但是习近平不是 习近平把自己塑造成 是权力无限的 在这个体制之下 是权力无限的 当他一旦这种压不住 就是一旦出现崩盘的时候 他是完全就是 所有人都会反对他 是 所有人都会反对他 那从他对 政治局常委的讯化 政治局的讯化 和强调自己为中心 都能理解到 他这是啥 确实他输不起 他输不起 但这个 这个 这个 关键点在哪 说不好 其实我也觉得他说不好 这只是一种 道理上的推断 所以在我个人说 我一直说 它是一个过程 刚才 节目一开始 我就跟大家讲了 在我眼睛里 人战胜不了共产党 人战胜不了共产党 共产党崩溃的数 是命运和神佛大显的数 大家会看到 很特别的动作 我以为会看到 很特别的动作 有人说 什么叫特别动作 狐狸死的时候 杀掉打击的时候 是他把宝贝拿出来 对不对 宝贝转身 这是人家 江子牙说的 所以这个 你这个 从什么角度上看 今天很多人 很难从生命角度上看问题 所以有这个 我觉得是有这个缺陷 贸易战 张立凡 贸易战开打的原因 是原来中国做得太过分 那 那所以美国人不干 所以他就说呢 他认为呢 我们的退导从来 他就讲的比较 比较简单了 原来呢 是比较定在三月初 说大家如果谈成的话 就都OK了 但他认为是川普失策了 川普把界限放宽了 中共开完两会 对这个中共领导人 就缓了一把 我个人觉得是 其实当两会开完之后 对习近平就无所谓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南华早报替他放风 可以放到六月份 说六月份两边缠 这是放风说话 他就是说维持现代水平 我习近平能拖就拖 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会变呢 就是川普憋不住了 川普突然说 我要提高关税了 我真要提高关税了 那个时候就憋不住了 那个时候就憋不住了 所以现在他肯定不提 他已经成功的 习近平已经成功的 把这个 百分之十的关税 再往后延了 从十二月一号开始 已经延到今天的三月中旬了 他能拖一天是一天 所以这是他讲 是川普的失策 开完两会 对 还口气 川普可能认为 我还有办法治你 但是中共已拖字 应变很久 等待着美国内部的改变 是有这意思 来争取时间 但他争取时间干嘛 其实一样 民主党想把川普弄下台 这个程序时间太长了 对吧 太长了 他期待的就是说 他期待的 中共期待的 从表面上 就是包括川普团队的内部 谈判团队内部 你比如说财长他们 跟强硬派之间的冲突 同样是希望这样 所以永远让川普耳中里 听的是两种声音 川普想一定打 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就说 哎呀 无所谓吧 都行吧 已经不错了 就是永远给他撤棒 只要这个声音维持住 川普的决定就下不来 川普决定下不来 他习近平就成功了 大概是这样 而成功呢 绑在一起呢 现在把华为绑在一起 华为现在在海外拼命做广告 把华为绑在一起 而且华为你可以看到他的胜利 华为在抵抗川普的时候 抵抗美国的时候 蛮有力度的 所以你看到中共 是受到伤害 但是呢 他一条路走到黑 而他一条路走到黑 又以华为为代表的时候 这正是神佛大显 他将死亡的一种概念 就是他不做任何更改了 相生相克的 相生相克 这个 就是我说那意思 你看那个 打击最后的状况 大家 我跟你说 这个相当说明问题 很多朋友不太 不太理解 因为就是 非人性 就是非生命化的东西太多了 打击厉害到什么程度 最后杀他的时候 他已经变成了 不用去 任何 任何 他不用去展现他的妩媚 打击的存在 就可以让众多壮男人 坐地就碎了 只要男人一看他就完了 他可以到这 他的能力可以达到这份上 才杀掉他 共产党现在一样 你看到 你会看到他的强硬 你会看到他根本不退缩 根本不退缩 那来 而不退缩 拯救人的一定是神 而不是人 我个人是这么看的 我个人这么看的 表现上 可能会有人的因素 人可以分析出 三六九等来 这么着 那么着 其实下百年 其实下百年 真的 说双方在文本上 有所进展 他说呢 其实就是切香肠 很长的文本 就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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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他就这么讲 一段一段一段做 然后最后就剩下最难切的 最难确定 最难切的 就由川普跟习近平拍板了 中共官媒放出信号 只是揣拨领导人的心意 而领导急于达成协议 所以就唱太平歌 大家有信心 实际情况很难说 因为切香肠来讲 对川普而言 同样是一个手段 是 川普就是切香肠 切到这个肥肠的时候 切到大肠的时候 就切到金三胖的时候 切到金三胖大肠的时候 咔嚓不干了 他先臭了 有味儿了 他又走了 对吧 这事不好办 这事 非常不好办 所以其实切香肠是个压力 张立凡先生也认为是个压力 都不希望马上见面 双方都怕谈崩 从而导致如何如何 说拖下来对谁有利呢 很难说 我个人觉得不是 是习近平本来想早见面 他川普不干 川普给拖下来了 当川普拖下来之后呢 习近平过完两会 就无所谓见面不见面了 因为两会是为了能够 见面能够展现出他的伟大 他的伟大 习近平思想的伟大 战胜了川普 但川普不给他宣传的机会 所以就没戏了 所以现在变成反而造脱了 南华早报说他造略了什么 所以就反其道而行之了 他见不见就这么回事 协议达成不达成 只要川普不增加25%关税 习近平不急于达成协议 你不信你看 不急于 他会变得强硬 他会变得更加的是那样 我觉得是那样 所以他去忍受现在10% 张立凡最后说 有一位美国著名企业家 自己跟川普打过交道 他说川普的经常做法 最后时刻加码 迫使对方接受条件 据说中国有人总结了他13条 包括切香肠和最后的手段 而中方确实害怕 没错 中方确实害怕 说客战作战总是没底 中方确实害怕 有另外一个特点 一个说法 就是中方希望 习近平来到美国 跟川普签协议的时候 是以国事访问的形式 正式形式出现 习近平用国事访问的正式形式 来压 来防止川普起身而去 代表着习近平自身的极端脆弱 个体的极端自私 极端脆缩 个体者无力抗争川普 那国事访问 如果川普起身而走的话 他就很难了 这是一个两国的礼仪问题 他将在国际环境中 失去他的礼仪 失去礼仪的事情 那是不对的 而川普跟金正恩谈判 这是双方商定 他不是这种国事访问 所以这里面有个框架 有个框架 所以你没看 如果川普认不明白这一点的话 那他真允许国事访问的话 他想半截撤棒 还不好撤 只是谈崩了 而不是他 他不具备主动权 不具备主动权 这种交割呢 所以可以明显的习近平要拖 习近平要拖 保持现状 而川普逼他的 应该是25%关税 只有打才逼他 但是呢 我还是说那一话 人战胜不了魔鬼 人战胜不了魔鬼 共产党倒台的时候 应该是神佛大邪 如果你接受我的看法 你觉得涛哥 有意思 那就请石涛喝杯咖啡 谢谢大家